人间诗歌里有这么一句话 幸福的人都相似 不信的人各有各的不信 今天是一位40岁的大林圣男的故事 我们先看一下 那个我能投稿吗 我今年40岁被骗婚一次 去年在网上认识一个女生 我从湖南开车去管西找她奔向 她答应我说可以结婚 我回去就打算辞职 去北海发展 当时谈的财女只要3万块钱 没想到第二次去 她告诉我她还没有离婚 她让我等她把婚离了 就马上领证 但是可以和我先把酒席给办了 后面我就带着她回我老家办酒席 结婚后第三天 她就拿着3万财女跑了 真的是穷疯了吧 3万块钱都跑 你们别以为说什么要添加财女才是骗子 要低价的也是 我真的不想笑的 这让我真的觉得有点搞笑 你说你也知道她还没离婚 你和她办什么酒席 我都觉得无语了 真的我完全难以理解 你哪都没啥底线啊 我感觉 能不能长长心 一个女的连离婚手续都还没办 你就答应和她结婚 哎呦你胆子挺肥的 都说了不要为了结婚来结婚 那些骗子就是抓住了你们这种不挑食的这种特点 就坑你 你现在好了是吧 你现在你去告她吗 搞不好你还称反告 以后注意点哈 哎呦 哎呦